NB最损的教练是谁 那毫无疑问是泰伦卢 今天一战有三阵输给太阳 可谓是一石三鸟 直接坑了胡人勇士绝金三支球队 怎么说呢 首先在输给太阳以后 胡人和勇士已经注定要打复加赛了 这两支球队哪怕剩下的比赛全胜 也没有获得直通车的可能 而绝金队由于今天赢了森林郎 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锁定了西部第一 那么不管是胡人获得第八 还是勇士获得第八 都是消耗绝金的最佳好柴 于胡人而言 假如他们排在第八首轮打绝金 届时紫金军团将全员回归 一个文森特归来 已经让胡人露出了獠牙 若是范德比尔特和伍德再加两把火 那么即便是未免冠军绝金 也会大感头痛 保不齐西联赛就是一轮抢弃大战 届时快船便可以坐搜余力 而金州勇士懂的都懂 他们的实力确实很一般 可是铁牛格林 上手苏生TGD 劈里火酷民家 拼命三郎小佩顿 摸着天保罗 活颜罗凯文鲁尼 这些都是战功赫赫的猛将 不信 你去问问格贝尔 努尔基奇 农梅哥 恩彼得 布伦森 以及萨伯尼斯等等 勇士六大铁血战将 可谓是下手又准又狠 并且往往瞄准的都是对方核心 你搜索 要是金州勇士排第八 即便绝筋很强 4比0横扫了勇士 可是比赛打完 浑身伤痕累累 你又能剩下几成战力 届时快船 又是坐搜鱼翁之力 所以说 泰伦炉的材质 堪称是NBA第一 在算计别人方面 联盟没有第二个教练 可以与之相比 今日一战 轮修全部主力 以第三阵容迎战太阳 并且在末节 故意操作崩盘 这一手 可以说是直接坑了 胡人勇士绝筋 三支球队 所以具卢狼妙计安前下 没毛病吧